成品表演厅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一般固定音乐或许大家习惯去国家音乐厅 听一个交响乐团表演 但是对于室内乐的演出 成品表演厅是非常适合 因为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跟听众很亲近的 来分享一百多年前两百多年前 作曲家想表达的内心 音乐能跨越时空 跟不同时代的人对话 成品表演厅的确有很特殊的一个气氛 室内乐里通精致很亲密的一些作曲家想表达的话 让我们很容易地在这边跟听众分享 我们很高兴可以在成品的十周年 回来跟成品一起庆祝十周年 今年是成品表演厅十周年 我想我们艺术的Quartet 在这里已经演出了第八届室内乐节 在这个熟悉的舞台上面 我们经历过很多很特别的moment 有室内乐有独咒 甚至还有我们试过民情 在同样的舞台里面拥有了很多不一样的回忆 十年很不容易 也期待未来更多的十年 成品表演厅在这边已经十年了 我觉得这十年来应该算是相当的成功了 现在这个厅已经是 表演厅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演出场地 很多很多的活动都在这里 希望未来的十年还是一样的精彩 有更丰富的节目在这里 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是观众 那时候我就觉得台北有一个有别于国家音乐厅那样的场地 好像蛮棒的 后来当然因为参加室内乐的缘故 变成每年都要固定的在这边报到 室内乐人过去觉得自己跟志从座这样一直一起在这个厅里面成长 也许再过十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演什么比较棒的曲目吧 如果是四重座来讲 我会觉得跟成品音乐厅应该是五重座 很高兴成品能够一直支持我们做室内乐 其实这样的推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万样可以继续下去让我们一起五重座 我觉得十周年是一个里程碑 我们回顾过去的话就会发现 有时候我们在台上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台下 其实我们真的一起见证了很多精彩的演出 我们也在这边演出了好几年 好像跟成品表演厅是有一期成长的感觉 在一年都可以参与演出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 也很幸运遇到了十周年 我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十周年 我们都要继续参与 祝成品表演厅十周年生日快乐 成品表演厅十岁了 在这过去的十年里 我们度过了非常多美好的时光 不论是在台上演出 或是在台下当观点中 我觉得成品表演厅在这十年 已经成为了我们心目中 兼具人文素养以及高度创意的场所 期许未来有更多的十年 成品能跟我们一起度过更有质感 更快乐的时光 感谢成品表演厅提供给我们这么棒的演出场地 今年来我跟建华也是经常进进出出成品表演厅 对这也非常的熟悉 非常熟悉 已经基本上是快算是我们第二个家了 那希望在接下来有更多的十年 可以继续在这个美好舞台上面为各位演出 我的老孩能看着我跟老婆在这边演出已经很多年了 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还不能坐在观众席 到我的女儿已经可以坐在观众席 听了好几场演奏会 希望将来除了我们自己可以在舞台上表演 我希望我的两个小孩都可以进来这边听音乐会 祝成品表演厅十周年 生育快乐 我自己自认为是成品的好朋友 看着好朋友这几年来这么努力 然后这么辛苦 但是我也蛮开心的 越来越多听众问我说 老师室内乐要怎么听啊 所以表示我们所做的努力 其实是慢慢有回馈的 我希望未来的这十年二十年 我可以持续当成品好朋友 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吸引更多更多 喜欢古典音乐的好朋友来加入这个场地 然后享受成品这个非常特殊 非常精致的声音 不管你听什么都好 让大家也能够在音乐当中一起成长 然后一起分享情感 我觉得这个是成品带给台湾人一个很棒的礼物 大家好,我是姻老家李洁琪 大家好,我是王福季 今天很欢迎来到这里来祝福 也请做我们生品表演天十七年 过去十年,生品表演天为大家制作 很精彩和导演的节目 这实在是实际不简单的事情 感谢每一位成品表演天的制作团队 也感谢每一位来过成品表演天 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许轩豪 很荣幸成为成品表演天第一位演奏的人 并且在十周年的时候回来参与这个饗宴 在这边有很多的回忆 期待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边 继续分享音乐 祝成品表演天十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王子维 今天很荣幸可以参与成品表演天十周年的特别计划 受吴乃源老师的邀请在这边为大家演出 我跟成品第一次的回忆呢 就是参与成品新生的第一届 我是第一届的主持一 很感谢他们这么照顾年轻的音乐家 然后给我们这么多表演的机会 让台湾的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 这十年来成品带给大家很多很棒很棒的音乐会 希望在接下来的更多十年之中 会有更精彩的演出带给大家 然后也希望我可以为大家带来更多更棒的演出 谢谢 成品表演厅十岁 非常有荣幸在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当中 能够贡献两场的演出 在这十年来 我也在这边欣赏过无数的音乐会 也在这边演出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甜美 非常可爱的声音的厅 我希望未来在更多的十年 更多的百年 这个音乐厅能够对于台湾的表演艺术界 有更多更多新的想法 或更棒的演出 不断的这边的累积 这是我对于成品表演厅的一点祝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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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